早晨 今天是2024年7月9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由博威环球正圈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润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 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今个星期中美都公布过CPI 对于息率以至汇率有什么启示? 亦看到人民银行公布了新的政策 很久没有听过征回咎这个名词 到底状况是怎样? 一会儿会谈谈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想交流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的标志 今年以来第35次创出新高 英国和法国选举后 投资者的焦点重新回到市场的基本因素 观望今个星期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 和企业新一季的业绩 到此先升后回 早段一度升埃近280点 收市跌31点 收报39,344点 跌幅0.1%左右 标指收市未升0.1% 收报5572点 纳指升0.3% 收报18403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回落1%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看看焦点科技股方面 是普遍做好的 苹果上升0.7% 再创出新高 Tesla升近0.6% 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 Meta回吐2% 芯片和AI相关的股份 是持续做好的 英特尔急升6% 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 AMD升近4% NVIDIA升近2% 超微电脑升6% 台积电升1% 创出收市新高 二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望股ADR 普遍向下 京东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美团和腾讯都比本港上日收市略低 汇空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是早段向上的 升至285点 在41,000点上 41,066点 首尔综合指数都是向好 最新升至9点 昇尼普通股指数 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都是向上的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客企 最新方向不是很明确的 跌至2点 恒指在17,5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跟聶sir谈谈谈外围的情况 美国今个星期后期 会有两个重要数据 星期四会公布CPI 到星期五会公布PPI 最新的通胀报告 市场预期是6月份的CPI 按月升0.1% 核心通胀是维持0.2% 联储局7月底会有一个议息会议 市场预期会维持息率不变 去到9月下一次的议息会议 市场预期会开始启动减息 所以距离9月的议息会议 仍然有三次的CPI结果会公布 我们回大一点 看回5月份的 其实核心CPI 令市场最大的惊喜 是服务价格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尤其是交通服务 包括机票和汽车保险 但居住价格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上一次的数据是升0.4% 至于过去一年的计算 市场预期的CPI的升幅 就会由3.3% 放缓到3.1% 河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就会维持上升3.4% 代表之前预期的CPI的回落 其实都是由能源价格下跌所影响 核心服务价格仍然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整体来说 距离联储局的2%的目标仍然是比较远的 你如何预示通胀回落的走势 以及对9月启动减息 你自己又是否乐观 简单来说减息的时候 上周预示9月减息的减息机率 大概是六成左右 现在就去到有超过七成的状况 所以暂时去看 9月减息的机会都相对上是高的 除非美国的CPI 出现了一个反弹的状况 如果像现阶段 大家估计可能会逐步下跌的 上个月的公布值是3.3% 市场预期的公布值是3.1% 如果是符合预期的时候 有机会在9月宣布减息之前 CPI会下跌2.9%或2.8% 稍稍有条件进入减息周期 但从欧盟的减息步伐来看 相对上可能美国有机会 都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做 刚刚欧盟虽然进入减息周期 减息后 以息维持利率的不变 所以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美国今年减息了 9月之后 可能要到明年 才会继续有减息的条件 因为始终目标通胀是2% 哪怕如果CPI去到2.8% 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距离 所以我相信联储局 也不会是 某然是连续减息几次息的状况 是的 今晚和明晚 就是联储局主席包威夷会在国会 有个听证会 有些公开言论 大家又会在他的言论上看 对9月减息是否有一个很确切的言论 第二就是 好像聂长所说的 究竟是9月减息之后 今年不再减息 还是会减息多一口呢 都要观望着 但是在是否减息争议的背景之下 其实看到美股就持续做好 标指今年以来创过35次新高 还有看到同期 上一季日本股市也算是相对落后 但最近又回涌 创新高 台股也是破顶的 美股的走势 你会如何预示呢 是否持续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 我想美股暂时来说 就要分开导致 以及标指和纳指两边来看 导致的表现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近期 譬如刚才Wendy说到 是破顶的时候 都是说的是标指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 未来科技股继续做好的机会 相对上都会比较高一点 当然我想也要看减息的因素 事实上市场现在 在9月减息的时候 相对对于一众的科技股 它的融资成本 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所以现在提前反映了这个因素 所以如果真的进入减息周期 可能有机会对科技股的升势 稍微有一些阻碍 所以换言之 就由现在去到9月 我相信科技股的表现都不错 可能真的进入了减息周期之后 再可以去看一看形势上的变化 好啊 我们看看恒指上个交易日的走势 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我们先来看看 新市场的指数昨天就一度失手250天 恒指昨天低开131点 下周受到内地股市跌势加剧 最多跌346点 收市跌幅收窄275点 收报17524点跌1.6% 博指跌97点 收报6284点跌1.5% 科指跌0.8% 收报3566点 主板成交只有893亿 连续三个交易日创出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北水继续录得正流入 金额回升到21亿8千万 继续买入电讯和银行股 估出自数ETF为主 中移动和建行全日给资2亿和1亿7千万 股价跌幅比较大的中远海虹 亦有1亿5千万的北水正流入楼底 美团有9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恒生国子ETF有6亿 恒生国子ETF有6亿的北水正流出 应付基金有9亿5千万 跟聶sir谈谈大市走势 昨天价量齐跌 连跌两天 累计跌超过500点 回到4月以来的最低位 昨天低位是17,453点 为什么要报这个数字呢? 就是在低位时 就失手了250天线 收市时就上回到250天流上 如果以16000点 我们的恒指大概是这个水平 16000点左右 升上去的时候 其实就上到19,700点 就有一个回调 以黄金比率0.618去计算 回调的参考位置 就是17,442点 昨天低位就受得住了 首先想问你就是17,500点 你觉得这个水平的支持力 到大不大 我想要去考虑一下 其实看过图字 5月下旬开始 由19,700这个位置 逐步是回转的状况 一路看着走势的时候 不单是这两天价量齐跌 如果你说由19,700那个时间 已经开始看 就看到成交额 都是持续地有一个减少会状况 之前比较高的时候 大概是1500亿左右 到现在 Wendy报出来 昨天就连900亿都没有 所以明显地看到 有些资金倾向上 流出的状况 当然另外一个解读就是 因为你跌的时候 我想投资者入市的意欲 都会低了一些 官网的气氛都比较浓厚 所以有投资者就沽货 而相对上买的投资者 不太足够的话 都会令到成交额 有一个减少的状况 以这个星期来说 其实倾向 没有很多消息 会关注 当然你说 刚才我们谈到 美国的CPI的状况 但是更加直接会去看的时候 应该就是 中国CPI的情况 上个月的公布 是0.3% 市场股有机会 这个星期的公布值 是0.4% 当然如果符合市场预期的话 通常有少少升 或多或少对中港股市 稍微有点提震 但是也要留意 其实上个月 市场预期是0.4% 但公布出来也是0.3% 所以不排除 可能今个月 都有这个可能性 对港股来说 暂时偏向是 中性或负面消息 会比较多一点 就更加会入市意欲低 可能下个星期的格局 会有些转变 暂时去看的时候 17,500是否能守住呢 我觉得也是有些变数 比较强的支潮位 可能就要下去 介乎17,000去到17,200 就会比较上是合适一点 好 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了 即将就有一个操作 就是视情况去开展一个 临时正回购 临时亿回购的操作 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合理充裕 港股近日的走势 其实你刚才也多次提及 就很受人民币走势的影响 今次的人民银行 对那个叫做回购 还是亿回购 都是对一个资金层面的控制 对汇率也会有一个相对大的影响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操作大概是怎样 还有未来对人民币的走势 会有什么启示 我们去看的时候 亿回购是对市场 会释出这个流动性 也就是说 在市场上人民币会多撞 相对正回购就是倒转 就是减少市场的流动性 令到人民币在市场上 就减少 在这个政策上 属于无论正回购或者是亿回购 都是属于一些微调节 因为它是安排过一个 我想大家每天看《一场经新闻》都会说的 就是7天期、14天期亿回购 如果真的有正回购的话 其实都是一样的 7天、14天、21天 最多都是28天的状况 所以都是属于一个未调节的情况 这个正回购的名词 我想很久没有人听到 对上一次听到已经是2015年的时间 所以对应现在 都有9年左右的时间 都未曾见过这件事 我想最主要考虑 刚才说到恒指是由5月下旬开始回软 但美元对人民币 大概5月中已经开始回软 至于7天的状况 3月1号 不仅留意 精明 还在身边 5月1号 不仅留意 您受购的 部位